全球最長壽大紅貓 戒戒吃蛋糕過生日 剛剛踏入37歲的海洋公園大紅貓戒戒 原來他的歲數已經相等於人類的110歲 雖然患有白內障、高血壓、關節炎 食量和活動量都慢慢減低 不過在自養員的悉心照顧下 平時又會給他聞一下不同氣味的麻包袋 精神都算不錯 見歷史世界紀錄 早前做攀發了全球圈養最長壽大紅貓 和最長壽的再細圈養大紅貓給戒戒戒 認真可喜可賀 而海洋公園昨天還特別邀請了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食衛局局長高永文等等 為園內四隻大紅貓一起慶祝生日 其中一位主角戒戒 當然不只是看人慶祝 還吃得相當滋味 你可不可以 發生了幾個小玉海吧 今天要來細節 很期待